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齐小主 前几天收到了小伙伴的私信 小主可以去试一下那种连骨头都加工的很酥的德州扒鸡做炸鸡块吗 吃起来真的好四五五,非常的爽 听他这个语气,我觉得这朋友应该是已经做过了吧 而且感觉他像我一样,应该也是一枚吃货吧 感觉还是很有脑洞的 OK,没有问题,今天我就来跟你学一下 把这个原本就已经烂到骨头都能吃的这个德州扒鸡 再重新给他裹上淀粉大叶面包糠,再复杂一点 看看会不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首先呢,来把这个德州扒鸡切块 好香啊,这个袋一打开 要不是它特别冰,我真的想先吃一口 哈哈,我这手呢都是已经洗过的啊 我看这个怎么弄啊,表面还带着洞呢 这个德州扒鸡本身就特别软嘛 我就怕一切全都散了 看,轻轻一放这个鸡腿就下来了 先把两个腿掰下来 全都团到一块了 我已经看不出哪是哪了 哎呀,好烂呢 把屁股切掉,差一点忘了 哎呀 先来裹一层蛋液 再是淀粉 然后再来裹一层蛋液 最后是面包糠 下锅 大概两面炸至鸡腿就已经出关了 哇,看起来还真是很不错呀 而且闻起来也非常香 很酥脆 这扒鸡刚打开的时候啊 也就这么大点吧 但是可炸完之后 这么一盘子 满满一盘子 而且啊,非常成功 来试试啊 看这小桶 哦,哇,好酥啊 嗯,我真的没感觉到啊 你看里边骨头都被我咬下去了 这小伙伴说的啊 嗯,吃完都特别软了 就都跟肉一样咬着 完全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现在 即使你想把这个骨头剔除掉 都很难了吧 我摸一下啊 哦 一捏就下来这骨头 连骨头带肉一块吃吧 根本分不开 嘿嘿 嗯 这个头上这块还是能感觉到的 就没有那么软 嗯,好香啊 没错 嘿嘿嘿 我感觉它这个味道上啊 是保留了原有这个 德州扒鸡的味儿 但是呢 没有它原本德州扒鸡味儿那么浓了 而且它的咸的也刚刚好 所以德州扒鸡本来就有咸味儿嘛 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啊 你吃的时候 感觉比咱平时买的那个炸鸡块要油 因为它里边德州扒鸡本身就是 很油润的嘛 炸完之后可能会有点油腻感 趁热吃还好 挺香的 我觉得如果稍微凉一点点的话 应该会比较油腻 嗯,好酥脆 完全是外酥里肉 外酥里嫩算不上 它这么炸过之后啊 这个肉没有原来那么嫩了 我这么感觉着 就只能说外酥里软嘛 这个应该比较适合什么 那种老人小孩儿的 特别的好咬 哎呀 我还是很下意识的 想把这个骨头剃掉 嗯 你看这种肉多的地方 明显能吃出它原本德州扒鸡的味儿 跟咱平时常吃的那个鸡排里边是生的鸡肉 呃,腌制过的那种味道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这呢,还准备了酱和椒盐 咱们来试试 嗯 撒上之后我感觉更像炸鸡了 才能把它里边那个原本的 德州扒鸡味儿掩盖一部分 嗯,更像了 蛋黄酱 嘿嘿 哦 嗯 就是稍微辣了一点儿 对它味道上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嗯 感觉一般吧 番茄酱最经典的吃饭 我觉得放了番茄酱 解腻耶 就是它最表层那层油腻感 气出了不少 哎,我觉得跟番茄酱搭着要更好吃这个 嗯 这个还不错 比那两个好吃 嗯 靠表层的这个骨头 还有靠边的骨头是脆的 然后里边是软烂的 嗯 都是可以嚼着吃的了 总的来说呢 这个啊 把德州扒鸡炸成鸡块 这个做法 如果你外边这个火候把握好的话 那就百分之百能成功 因为它里边是熟的嘛 我觉得它比之前咱们吃到过的那种各种类型炸鸡排 都要简单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什么特殊场合的时候 想露一手的话 这个可以安排起来 真的是非常简单 易上手 而且味道也会有保障 好了 今天这个德州扒鸡炸成鸡块呢 就体验到这了 大家平时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也可以继续给我推荐哦 最后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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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